各位好,我是香港麻雀蟹的 Winniper, 有我姓Gurulu 今天我想和大家說的是 翼牌和斷腰狗在腐蠟上處理的分別 斷腰和翼牌在日牙裡都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常見的手翼 很多初學者亦都很喜歡用 斷腰和翼牌這兩個翼種,性質其實是相似的 大家都是一番翼,而且又可以腐蠟 所以初學者在做這兩個手翼的時候 腐蠟的判斷都不會有很大的分別 如果你也是這樣想的話,這條片大家一定要看下去 但事實就是,雖然斷腰和翼牌本身都是一個非常相似的手翼 但他們各自有獨特的長短處 而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兩隻的腐蠟基準其實是會有很大的分別 至於兩隻中間究竟有什麼分別 我們接著來就會詳細說明 我們先說翼牌,翼牌其實只是一個局部翼 所謂局部翼,就是手翼裡只要有一部分可以達成條件 這樣就會有翼 例如翼牌這樣,我們只要有發財一個黑子 不論手翼裡的部分是什麼 這隻發財什麼時候碰都好 那一定會有翼 所以翼牌一個重要的好處就是 只要碰得出來就會有翼 同時可以用明牌 這樣做起上來的難度就會低很多 但是有利也有幣 碰得出來就有翼,但碰不到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翼牌同時也會成為一副牌的瓶 就好像以下這副手牌一樣 你有一對發財,別人打出來或者自己摸到 都可以做到一個很簡單的一番役 但是如果有人打發財的時候 你選擇悟空,那剩下的發財就只剩下一隻 如果這隻發財在很深的牌山 甚至在王牌裡面的話 那你有可能都會拿不到這個一番役 但是這副牌如果悟空發財 走去做門青的話 手牌裡面有這麼多餘形 要做到門青的聽牌難度 其實是相當之高的 所以能夠碰翼牌的機會 可以說是轉眼即逝 錯過了就可能以後都見不回 但是翼牌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本身翼牌是難以跟門青的翼種複合 就用剛才那副牌來做例子 假設有人打發財我們選擇不碰去想立直的話 先不說做到立直的難度 就算這副牌是去到立直的階段 這副牌其實多數都是小牌 因為手牌裡面如果有翼牌的對峙 就一定沒有斷腰和評估這兩個重要翼種 當然翼牌本身都有跟它配合良好的手翼 通常都是對對戶和王一世 只不過就是這兩種翼種其實都不是門前翼 換句話來說 你碰不到法材 其實這兩種翼種都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如果我們選擇不碰翼牌 想去做門青立直的話 其實收益都是非常有限 而翼牌的缺點 正正就斷腰是可以補充到的地方 斷腰最強的地方就是它的複合率高 而斷腰是很容易跟一些門前翼 例如屏烏、一杯口等等複合的 就用以下這副牌來做例子 通常是沒有人會在這裡碰白銅的 因為換青立直的話 這副牌是有機會做到滿冠 甚至乎是跳門 但是如果是上了牌的話 就只剩下斷腰一番 所以斷腰系的牌 相對來說是會更容易偏向做立直 因為立直的話就會容易跟其他翼種複合做到大牌 剛才我們說過 碰翼牌的機會基本上是轉眼即逝 但是斷腰就不同了 我們看看這兩副牌 其他部分都是非常相似 唯獨不同的地方就是發財和異童的雀頭 針對上面那副牌來說 上面的發財只剩下兩隻 如果我們選擇不碰的話 發財就很大機會成為樽頸了 不過下面那副牌的異童 就算我們選擇不碰也好 它也不會成為樽頸 去到這裏 大家都可能有問題 不是異童都只剩下兩隻嗎 沒錯 做得黑子的話 異童的確剩下兩隻 但是這隻異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例如 當我們摸到三童或四童的時候 這對異童的對子就會有改良 另外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出索的時候 異童做眼也可以 所以 我們就算當下不碰異童也好 異童仍會有很多變化或柔軟性 相對起而言 我們不碰發財的話 因為發財做不到順子的話 發財一般會成為樽頸 就是這個意思了 剛才我們說過斷腰本身的好處 當然 斷腰腹路其實也會有自己的缺點 首先 如果我要做斷腰的話 手牌裡必須要由268的數字牌去組成 本個人來說 全部34種的麻將牌裡 只有21種能夠用得到 所以 當我們做腹路斷腰的時候 一大手牌被抗認到斷腰 對手要防守其實相對容易很多 因為只要他們打腰的話 就有決定不會放寵 另外 斷腰腹路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關於防守力的問題 因為我們做斷腰的時候 手裡的只有都是中章牌 所以 我們的防守力必然會大幅下降 所以 如果剛才的牌我們一開波就碰二童的話 手裡就有這麼多餘形 一旦看到有人立直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難處理 因為手裡的牌如果沒有耳物的話 好大機會都會成為放寵牌 而因為翼牌腹路 我們還可以用到腰狗牌的關係 翼牌腹路面對人立直的時候 都會比較容易找到安全牌 因為通常自排或腰狗牌 都是一些比較安全的牌 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總結一下 翼牌和斷腰在本質上的分別 首先 翼牌碰牌的機會是轉眼即勢的 因為剩下的牌只剩下兩隻 如果我們選擇不碰的話 將來能夠碰的機會 其實就不高 另外 如果我們選擇不碰翼牌 勉強做緩清靈牌的話 成效通常都不高 因為有翼牌對戰的手牌 都是非常難和其他翼種複合的 但是我們選擇了翼牌腹路之後 因為我們所有牌都可以用得到的話 腹路後也會變得比較容易做防守 所以相對而言 斷腰的腹路就會有相反性質 斷腰的牌會比較難出現樽頸 同時如果我們手牌有斷腰的話 做緩清立直的話 也可以大幅提升打點 但是斷腰的腹路 人家會比較容易防守 而自己面對人家立直的時候 防守也會變得相對困難 所以將這幾點歸納起來 當我們手牌有斷腰的時候 就會比較希望做到緩清手牌 所以翼牌的腹路基準相對而言 是會比斷腰系的腹路寬鬆很多 具體而言 組場的翼牌腹路基準究竟是怎樣呢? 答案就是 在大部分情況之下 只要翼牌出來 即碰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就以剛剛那副牌來做例子 這副牌雖然是武多 也有很多圓形 但這類型的牌 碰第一隻的法材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 就算起手有點美 非常接近聽牌的獸牌 就像這副牌一樣 就算是這個時候 有人打法材即碰 仍然是OK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副牌讓你遇到緩清立直也好 打點的上升仍然是有限的 因為基本上這副牌除了法材之外 也看不到其他有用的可以做到的手翼 那有什麼時候我們不應該碰翼牌呢? 基本上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一些非常差的起手 就像這副牌一樣 這副牌本身 有很多圓形 兼且連搭照都還沒齊的時候 碰化材就會比較危險些些 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手牌非常漂亮 而且巡目有非常多時間 讓你插發材去做斷腰或斷腰平滬 這些大牌的機會的時候 例如這副牌 這樣我們碰化材就會比較吃虧了 至於斷腰系的副牌基準 就會比翼牌嚴謹很多 一般來說就是 除非手牌有朵拉2或以上 斷腰系的牌 在早巡或陸巡以前 一般都是不會明白牌的 就以剛才提到的牌去做例子 這副牌如果是沒有朵拉 又或者只有一個朵拉的時候 我們早巡都不會明白任何牌的 理由就是 這些牌 如果我們開始副牌 變得別人的立直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同時如果我們可以做到立直的話 打定的上升也會非常顯著 但如果這副牌有朵拉2或以上的時候 碰2童、上7童、上3童 這些副牌都是可以的 理由就是 就算這副牌副牌了 打定都可以得到保證 所以總括來說 翼牌和斷腰的早巡的副牌基準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手上有一對翼牌的時候 有人打出來 通常即碰都是OK的 但是斷腰系的手牌 早巡如果沒有朵拉的話 我們還是不會明白 會先以立直為目標 多到中巡而手牌又沒有進展的時候 才會考慮動手 希望這次這條影片 能夠令大家更熟悉 斷腰和翼牌這兩個翼種的常見判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